台北是一名竹联邦大哥 因为诈欺被判刑 但是他没有入狱 而是把诈欺事业越做越大 跨国把机房设在了柬埔寨 自己跟同国躲在台湾的据点洗钱 虽然是老梗的投资诈骗手段 但是短短一年得手超过2000万 由一名邮局内勤人员 毕生积蓄800万全被骗光 而警方也攻坚破获他们的诈骗据点 专案小组大动作撞破民宅铁门 因为这里不是一般住宅 而是隐身在社区里的黑帮诈骗据点 里头先犯第一时间还不想配合 但马上被警方压制在地 他就是这组诈骗集团的车手 因为去银行林贵提领75万 讲话又支支吾吾 行员发现不对劲报案 他往后坦诚原本在开计程车为生 但疫情后生意不好 才会被吸收专门领赃款洗钱 这里明明是诈骗据点 却没有大量作案用的电脑跟手机 因为主席早早就把机房 设在柬埔寨躲避查契 这批消息主席是竹联邦大哥 多起诈欺罪被判刑 却不入狱把诈骗事业越做越大 柬埔寨的机房 透过脸书或是LINE 进行假投资老梗诈骗 短短一年得手至少2000万 遭判刑两年八个月 未入监服刑 除将其解送归案 全案另一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刑法诈欺罪 洗钱防治法等移送 其中一名被害人在邮局上班 原本想好好投资大赚一笔 却意外让自己毕生存款 800万通通被骗走 如今亲民嫌犯通通落网 被害人只希望能赶快把血汗钱讨回来 借当他会轮胎被采访报道